运球就看Uncle Chu 战术就学Coach Lu 大家好 我是非官方鲁鱼双胞胎兄弟Fish L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 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掌球 提到NBA中历史最悠久的球队 恐怕大多数人的脑海中一定会闪现出一抹利索 这只有着铁血的球风 严明的纪律 以及团队至上精神的古老球队 曾17次夺得NBA总换军 并先后涌现出比尔拉塞尔 鲍伯·库西 哈佛里切克 拉里伯德 保罗皮尔斯 凯文加内特等超级巨星 没错 这就是绿军波士顿塞尔提克队 上个赛季 塞尔提克时隔12年再次杀戮总决赛 但是最终以总比分2比4杀欲而归 而这一次的绿军领袖 是年轻24岁的杰森·塔托姆 总决赛失利后 针对塔托姆的质疑声多了起来 有人批评他的带队能力不足 有人指责他的命中绿场 但是能在这个年纪 以球队核心身份 将队伍带到总决赛的舞台上 这个年轻人的未来 真的不值得大家期待吗 这一期 就让鲁鱼带着大家 一起客观分析 塔托姆在攻防两端的表现 寻找他和顶级巨星之间的差距 还原一个真实的绿军领袖 进入联盟五年 塔托姆已经可以场军交出 26.9分8篮板4.4助攻的巨星 场军得分已经位列联盟前五 首先 作为绿军的球员 那么强悍的防守能力 一定是必备的素质 因为进攻赢得比赛 防守赢得总冠军 22次打军总决赛 17次夺冠就是最好的证明 那么 塔托姆的防守能力如何呢 最好的办法 就是找一个进攻端 极具威力的球员来做参考 而杜兰特的进攻能力 无疑是历史级别的 我们来看看上赛季季后赛 绿军对阵篮网的系列赛中 塔托姆对杜兰特的防守效率 据NBA官方统计显示 在首轮比赛中 塔托姆主防杜兰特 共计139个回合 在这期间 凯文·多兰特出手投篮18次 命中3球得到12分 投篮命中率为16.7% 得分效率低至每百回合得8.6分 三分线外五投零中 同时还出现了12次15 可以说 塔托姆的防守 完全限制了多兰特在进攻端的发挥 使得篮网最主要的进攻武器失灵 这也是绿精能4比0横扫篮网的最大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 杜兰特在这轮比赛里面对绿精其他队员的防守时 却依然可以打出不错的进攻效率 比如 面对杰伦布朗 共防守了多兰特49.5个回合 这期间 多兰特15中8得到20分 得分效率每百回合得40.4分 司马特防守多兰特34.4个回合 多兰特石头6种得到18分 得分效率为每百回合得52.3分 霍福德防守多兰特27.5个回合 多兰特17中9得到20分 得分效率达到每百回合得72.7分 由此可见 塔图姆的防守水平 即使放在防守端全民皆兵的绿军里 也是极其优秀的存在 是防守对方箭头人物时的可靠人选 另外 塔图姆是可以做到1号位到5号位防守全覆盖的 在外线可以跟上小个后卫的速度活落下风 在内线也可以不惧怕身体对抗 硬扛大个球员 上个赛季常规赛阶段 塔图姆的防守胜利贡献值为4.6 位列全联盟第一 防守效率在常规赛阶段能达到103.4 排名联盟18位 结合115.5的进攻效率 使得他每场比赛的进效率值达到12.1 位列全联盟第一 而到了竞争更加激烈的季后赛 他的防守效率在所有球员中能排到第15位 他可以将对手的命中率限制到41.8% 在内线平均可以降低对手命中率4.4个百分点 在外线则可以降低9.1个百分点 而在与荆州勇士对阵的6场比赛中 在他的防守下 对手场均出手10.84命中4.5球 命中率仅为41.5% 在内线平均降低对手命中率13个百分点 但在外线却让对手的命中率提高了5.4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 在总决赛阶段 塔杜姆在外线防守方面的发挥 是低于自己的平均水准的 可见 当面对荆州勇士这种三分投射 可以达到历史级别的球队时 塔杜姆在外线还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防守能力 另外 塔杜姆的篮板球技术也相当出色 上个赛季常规赛阶段 场均可以拿到8个篮板球 包含6.9个进攻篮板和1.1个防守篮板 防守篮板更是以总数524个在全联盟排第13位 机后赛里 场均可以拿到6.7个篮板球 包含5.7个防守篮板和1个进攻篮板 如此优秀的后场篮板能力 如果带动球队迅速进行转换进攻 那么一定可以在快攻得分方面会有不小的帮助 但事实是 波士顿塞尔提克队的场均快攻得分 仅为11.1分 在NBA排名倒数第9 塔图姆场均发动快攻3.54 自身的场均快攻得分为3.0分 而洛伯朗场均发动快攻是6.34 场均快攻得分排在联盟第一为4.8分 很显然 如果以超级巨星的标准来看 塔图姆还有着提升的空间 毕竟 小球时代速度和效率就是胜利的关键 说完防守再来看看进攻 塔图姆是能里能外的球员 塔图姆在常规赛面对防守的时候 他经常会选择带球突破到内线来得分 或者造杀伤换取罚球的机会 2022赛季常规赛 他总共得到了2046分 其中 突破的占比约为27% 命中率为48.8% 这个数据在突破得分前20名的球员中 仅排在倒数第4 而以突破舰长的球员 如东七奇的命中率则达到了55%左右 但好在 突破制造犯规的能力非常不错 共计获得170次罚球 排名全联盟第12位 总决赛期间 塔图姆场均15.8次突破 但他的投篮命中率仅为33.3% 失误率高达10.1% 而队友杰伦布朗场均突破13.2次 命中率达到50% 失误率仅为6.1% 对手库里的场均突破为13次 命中率45.7% 失误率仅为3.1% 由此可见 塔图姆与杰伦布朗库里对比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但是塔图姆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的进攻选择 以总决赛第四场为例 塔图姆23投8中 得到23分11个篮板6次助攻 但也送出了多达6次15 而且2分球只有15中4 这也遭到了主帅乌杜卡的批评 乌杜卡说 塔图姆总是选择往人堆里面突破 他并没有读懂勇士的防守 他的进攻选择有问题 他需要更聪明一点 中投和抛投的把握更大 这是总决赛 裁判很多的突破犯规都不会垂 而他还在一味地进行突破 他打得有点上头了 连队友也说 塔图姆应该更信任队友 他的几次进攻选择确实值得商榷 过多的运球让我们的进攻停滞了 我们需要好好地看一下录像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 塔图姆的投篮稳定性还需要加强 塔图姆的投篮稳定性 总决赛第六场比赛中 他的投篮命中率只有36.7% 他命中投篮的连贯性的缺点被放大 在季后赛中 塔图姆的投篮命中率达到50% 或更高的只有9次 低于40%的有9次 而稳定在40%左右的只有6次 所以提升外线的出手的稳定性 也是他接下来的必修课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他还只有24岁 很多人还是非常看好他的前景的 科比当初就质疑胡人队 为什么不选择塔图姆 而是选择了球哥 大将军阿里纳斯甚至认为 他未来可以达到接近科比的程度 比尔则评价说 我觉得他甚至还没有真正意识到 他可能有多优秀 而这就是我认为 他将成为联盟门面的原因 在NBA纪念75周年的宣传短片中 联盟选了14位现役球员来参演 塔图姆就是其中一个 当然并不能意味着 他就是75大球员了 但至少能说明一点 他已经是年轻一代里的代表人物了 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鲁鱼的分析 请点点订阅 欢迎来评论区 与鲁鱼一起掌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